好 谢谢两名运动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比拼 也恭喜我们的蓝方运动员暂时的获胜 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68公斤级的比赛 第一个上场的选手被称为追风雨蝶 他就是来自山东体育学院的苏日谷歌 有请 第二个登场的蓝方选手吉红凤 来自济南市体校 有请霹力娇娃吉红凤 担任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杨秀军 边侧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王鹏白桃 裁判长是国家级裁判员韩佩玲 接下来我宣布女子68公斤级的比赛 现在开始 开始 红方运练员苏日谷歌 来自山东体育学院 技术动作各种踢法 他的教练员是中日摔跤著名教练员 崔树和老师 蓝方运练员吉红凤 来自济南市体育运动学校 他的技术动作是各种抱腿摔 他的教练也是中国式摔跤教练员 玉丽华 红方 红方运练员 苏日谷歌在2015年到2016年 全国中国式摔跤锦标赛和冠军赛 都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蓝方运练员吉红凤 在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中 也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 双方运练员 他在手法上并争夺的不不激烈 一方运练员在十秒钟内不使用动作 裁员会提示你 如果你还没有进攻的意图 会叫停对你处罚的 一般就给一个警告 你失去一分 给对方得一分 我们看到我们场上的运动员 我们的红方选手 苏日谷歌 身高要比我们的吉红凤 蓝方选手要高出一截 对 高出有六个厘米 所以在动作上 技巧上 力量上 应该也会略胜一些对方 对 但是只要对方够聪明 对 够机智 没问题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休息时间到 第二回合的比赛将要开始 开始 第一回合的比赛是双方运动员都是比较谨慎的 都在试探对方的动作 没错 第一回合双方的运动员应该没有得分 对 目前为止我们的红方运动员有一分 也是警告蓝方的一分 对对对 扣的一分 所以两位选手在这个擂台上 其实他们真正的在第一回合都在试探着对方 对 都在试探 蓝方 蓝方运动员扣 扣住对方的腿往前冲 蓝方一分 得了一分 对 开始 我们看到我们的红方的运动员啊 肃较肯格是来自蒙古族的一位选手 所以在身高啊在各个方面这个体重来讲 他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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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统 好 谢谢 谢谢 对 对 对于他们自己而言 他们效果非常大 在使用动作时 把红方运转挤下了擂台 蓝方运转得了两分 最近几场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也有不少的选手 会掉下这个擂台 对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了 感谢观看 第三回合的比赛将要开始了 在女子比赛当中 其实第三回合 两个人的体力基本上都耗尽了 对 他们的体力在前面已经 基本使劲了 第三局就要看谁的 毅力更强一些了 我相信双方的运动员 为了我们的大奖 王中王 也为了我们中国交谈 至高荣誉的金交衣 把自己的那份力量和那份感觉 拿出这个舞台上来 双方运转的手法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把小袖 一把中心袋 蓝方 好 扣 蓝方运转 扣腿 太棒了 非常顽强 双方运转非常顽强 蓝方一分 蓝方运转手 我们也看到我们比赛的现场 有很多的朋友也在为我们加油鼓劲 给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希望二位在这个擂台上 拿出这个最好的水平 其实有的时候作为观众来讲 看得更加的透彻一点 对 双方同样的手法 同方韵联也很聪明 蓝方韵联当没有手的时候 他准是使一下动作 或者踢或者是别的动作 这样使用动作是比较轻巧的 没错 加油 我们的比赛 还有短短的50秒的时间 跳 蓝方消极 警告一次 蓝方运动员收到一次警告 蓝方运动员得了一分 现在比分是3比4 蓝方运动员 战时领先 还有20秒的时间 加油 这时候非常紧张了 双方运动员都紧张 底下的观众也非常紧张 好 哎呀 走 好 本场比赛结束了 蓝方上 蓝方运动员 极红凤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 好 旁边